竟撕连邪术 你与你口中的恶样有何区别 猪妖 唐舟和迎灯闹歪带着余末颜旦回到灵霄派 怎料颜旦贪玩意外暴露了妖身 掌门苍红在发现颜旦的真实身份后 打算用猪妖净阵 让颜旦灰飞烟灭 唐舟得知颜旦被抓 马上冲出来挡在了颜旦前面 并且决定和颜旦生死共进退 唐舟从小是个孤儿 多亏了师父的栽培 才长大成人 于是为了报答灵霄派的养育之恩 唐舟选择散尽全身修为 自请逐出师门 甚至一件砍断颜旦身上的锁妖恋 只希望掌门可以让他带着颜旦一起走 颜旦看到唐舟为他所做的一切 心里非常感动 怎料掌门苍红依旧不愿意放过颜旦 此时于莫赶来 当众揭开灵霄派降妖堂的秘密 原来掌门苍红表面上人模狗样 实则被地里偷偷修炼杀妖恋丹的邪术 为了能够早日飞升 苍红利用掌门的身份 让整个灵霄派都沦为了他取妖元的工具 当初唐舟的师父惨死 也是因为发现了秘密被苍红灭口 苍红见秘密曝光转身就要逃跑 于莫当即和灵霄派众弟子联手 和苍红展开了一场十分精彩的打戏 最终 苍红死在了妖怪的手里 唐舟法环为情断裂 选择离开灵霄派 余下的这辈子 他要为了自己而活 严旦看着唐舟的眼神逐渐生出爱意 而后 余末唐舟严旦三人 一起再次踏上了寻找神器之旅